男星红毯抢进十八世 假摔二人组 搜狐时尚之选红毯 ARM使用内心两人烧烧摔倒 为了有话题也真是拼了 尴尬搞笑组 2021GQ盛典 把静庭打扮得非常帅气 手中的道具伞愈发绅士 然而他却上演一出被风吹走的戏 也真是够好笑的了 帝博眼球组 杨阳王耀庆出席GQ盛典 杨阳好好的一位正经帅哥 却被王耀庆带着魔性大舞 君一笑草不要面子了吗 沈腾出席时尚八杀红毯 不只是脚带的松高鞋抢进 慢悠悠打招呼的样子像个竖篮 真的吸引了所有的镜头 奇葩道具组 彭于畅亮相GQ盛典 主办方居然要求他拉着小车溜椰子 没走两步就当场翻了车 把蓬蓬都快笑傻了 朱正廷出席之爱大赏 也不知道是咋想的 牵着家里的宠物狗就走上了红毯 这是要让狗长长见识 奇装异服组 江思达出席红毯活动 头上两个团子更是怪异 难道是在COS那扎 陈志鹏是奇装异服的领袖人物 亚洲音乐盛典上的他 穿着透明电阶雨衣就走上红毯 然而还带着一副太阳镜 这可不是他最奇怪的装扮 他甚至还穿过补克装 透视装 沙马特装 更是不在话下 谁能想到小帅虎完全放飞自我了呢